大家好,我是Chris Hello,我是Terry Terry,今天我介紹我的朋友Terry 介紹一下這區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Terry,這個地方叫什麼地方? 這條就叫做夜魔街 我們看看對面,有個街牌夜魔街 其實這條夜魔街,剛才我們看到 外面就是馬仕拍酒店那邊 其實夜魔街很多人都不認識 夜魔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介紹? 夜魔街有一個很出名的拱門 歷史悠久的 我們向前推進一下 其實這個拱門,我所知道 其實基本上是比較少有的地方 我們看看夜魔街 對,夜魔街 沒錯 以前我們都來過頭的 和麗仔達的頭 但是夜魔街正式來說 我真的很少見到這個拱門 其實它歷史上 我不知道它發生過什麼事 但是據我所知 應該再沒有這種模式的建築 對,照我所見 澳門我只見過這個拱門 其實我在下環街附近的巷 都見過類似拱形的排別 但是不是拱門 但是這個好像隧道的形式 就真的很少見 在夜魔街 是不是平常都來這裡打卡? 超多 那些入客來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上映這個拱門 OK 我們看到這個拱門 相當之有特色 除了拱門之外 Terry 這個夜魔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介紹我們? 夜魔街 除了最香買病之外 大家要試一下 我這間歡記豆腐花 歡記豆腐花是你的? 是啊 原來是這樣 聽說夏環街也有一間 是啊 我們這間是分店 好 我們來看看 歡記豆腐花 這個是分店是什麼時候開的? 今年6月開的 OK 我看到裝修很帥 很日式的 你是日本人嗎? 當然不是 因為豆腐花被人復古的感覺 所以做個古風的裝修 明白 我們一起推進去看看有什麼好東西 介紹一下我們 我們現在進去吧 好嗎? Terry 我現在來到你的店 其實這個叫歡記豆腐花 其實它有多少年歷史? 1971年我爸爸就做小販 在街邊推車子 其實到現在有過四十年了 其實這個豆腐花真是歷史久遠 這個豆腐花 其實我們來看看 今次你們的分店 那個效果 你們傳統的店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有什麼特色的東西 比以前更多的? 我們吃豆腐花 都是最基本的白色的豆腐花 沒錯 還有甜的 我這裡有黑豆黑芝麻豆腐花 看到有傳統豆腐花 鹹豆腐花 辣豆腐花 黑芝麻豆腐花 泰極豆腐花 其實真的有很多種類 泰極就是鴛 一黑一白 我認為是一個太極 我認為在澳門來說 豆腐花差不多是專門店 如果你這麼說 豆腐花 我相信在澳門來說 應該是河最高的種類 還有沙冰 這東西是可樂沙冰 很少見這個 其實你們的豆腐花 有什麼神怪的地方 可以壓立四十年的呢? 第一 當然是選鳥 選鳥 我們是用最美的 加拿大飛機恩蓋做的大豆 一直堅持 我爸爸傳給我 教我就是用最美的豆 因為本身的基礎 你首先 材料一定會很美 我認為是 材料很美 所有東西都會好吃 是的 還有會不會有些 炮製過程中 有些神怪的東西 可不可以說一下 炮製過程 當然有些秘技 對不對 一般大圍來說 你都是不外乎 浸泡了的豆 浸豆的時間也要拿捏 因為不同天氣 浸的時間也不同 我就是跟回我爸爸教我 祖傳的 沒錯 然後就磨豆 那磨完豆 就要把它擱渣 擱渣 每個人擱渣的方法不同 你用密度的袋 擱不同 擱的癡素不同 這也會影響豆花的質素 擱完就去煮 煮了 我們有一個Taylermic 很大的鑊 整個CRISTELO 都能煮得到 是啊 我這麼大版買 買多兩個CRISTELO 因為豆腐瓜 一定要高溫 很快去煮 效果 比你慢慢煮 這樣一點去煮 其實跟我們平時 陶記 很多豆漿機 幾塊水就買到 其實你覺得最大的分別是哪裏 我們的鑊有鑊氣 鑊是煮飯 煮飯 煮飯 怎麼那麼香 因為它的雅煮都吃光了 我們鑊已經用了四十幾年 你想想鑊氣多厲害 其實喝豆漿和吃豆花 在你的專業角度裡覺得 其實應該加糖 還是不應該加糖呢 其實 見真章 就應該試一下不加糖 豆漿 因為豆漿不加糖 試到它的原汁原味 這麼多 Base 夠不夠香濃 你可以試完之後 加少許糖 我不建議太多糖 小甜會比較健康 才能喝到豆味 明白明白明白 這個時間 說時時乃時快 店長好像準備好了 我們先讓店長上菜 我先把這個做鹽 沒錯 我們看到店長推介這三樣厲害的東西 給我們知道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招牌 這是傳統豆腐花 對 這是原味豆腐花 照計 什麼都沒有 OK 這是我們偏記特有的 一次過可以製作兩種不同質感 不同口味的豆腐花 這是炭的豆腐花 大家看看 我真是第一次看到 兩種口味 即是芝麻味 再加傳統原味的豆腐花 沒錯 即是叫鴛鴦豆腐花 這個關鍵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我們的辣豆腐花 豆腐花也有辣 是熱的 我鄉下是廣東 是豆腐花 我們是吃鹹豆腐花 我想如果是廣東人 應該大概知道我講什麼地方 我們先去市場吃 辣豆腐花 我第一次看到 為什麼會有辣豆腐花的概念出現 因為之前我們都店的客人 比較多講國語的 就問我們 你們的豆腐花歷史這麼悠久 是不是只有甜可以做到的 是的 我們開店之前 就特意去了重庆 又去了成都 又去了杭州 是 那回來就結合廣東人的口味 OK 這樣就 創新了這個 辣豆腐花出現 是 明白明白 那我可以馬上開始試吃 當然可以 不是 認真說 它的豆腐味很濃 它的質感是 我怎麼形容呢 很實在 其實這個滑度是自己拿捏的 用一個豆量去做 如果你要很滑很滑 你就要捨棄那個豆味 哦 我就不斷嘗試做一個平衡 我就滑度覺得是中性OK 然後再加豆味 因為如果你只是注重滑度 你就沒有豆味 明白 你沒有滑度 哦 你這裏就要平衡 明白明白 那我不加藥 我再試第二個 這個是芝麻味 再加傳統豆腐花 是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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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得了 這個香道不得了 哇這個芝麻味很重 Base本身我們是黑豆和黑芝麻去做的 它沒有了 這個很重要 嗯 第一次吃到豆腐花有這種味 我早前去了 去台灣 台灣你也知道很流行豆腐花 但是也吃不到這種感覺 台灣就是加了很多紅豆 一大堆麵 其實豆味是很少的 但是這個豆味是很濃的 我們做豆腐花 就不會加些什麼芋圓珍珠 因為我吃豆花 是吃到它最天然的豆味 那如果加些芋圓珍珠 那個配料呢 其實呢 它蓋上了豆味 你根本不是吃豆花是配料 這個真是這個已經很厲害 哇 我現在試這個辣的 我真的第一次吃 這個 這個是蝦米仔 這個是 哇 OK 其實跟我以前在鄉下 吃那個鹹豆腐花的概念很相似 這個真的是麻婆豆腐 哇 這個厲害 嗯 三隻之中我最喜歡這個 這個辣味 加上少許這個 類似櫻花蝦仔的角色 這個不得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 在澳門吃到另一個 我真的要做一匙 它真的有些麻辣底 是的 這個辣是怎麼做的呢 這個當然是秘密 這個辣 當然 我買回來再加工 明白明白 但是這種食法 我覺得是 很少可以看到這個做法 那這個呢 除了這個豆腐花 辣辣鹹 和芝麻味 我們是不是還有豆漿可以喝的 有啦 豆腐花店一定有豆漿 我介紹一個我們特別的豆漿給你 不要說是 什麼豆漿 什麼豆漿 我們有紫米紅豆豆漿 你吃過黑豆黑芝麻豆腐花 我們都是黑豆黑芝麻豆漿 是 但是外面也有黑豆漿 但是我不知道這麼下芝麻的 我不知道澳門有沒有 沒有什麼機會見到的 紫米紅豆豆漿給你吃 我們等一下 先拿出來 這個是紫米紅豆豆漿 嘩 我真的沒見過這種 這種這樣的豆漿 第一次見過 這個豆漿呢 可能不像你普通喝白豆漿的香濃 但是這個是清甜的 這是清甜的老甲 露香 這個味道很特別 就是 你好像在喝豆漿 但是你好像在吃紫米露 那樣的感覺 是啊 我真的沒喝過這種效果 很棒 這個感覺 當然它 你喝了一點薑味 因為我們歡記的豆腐花 豆漿 本身磨的時候 我們已經放了薑一起磨 還有我們放糖 也是用薑去煮的 但是我們不會太過分 就是我不會一味說是薑 就是不斷撿薑味 也是 也是 剛才說的豆花 我是取平衡 明白 我覺得是平衡的薑味 我都沒有辦法解釋到給你聽 究竟好吃的程度在哪裏 你真的要自己來試一下 但是我保證 在澳門 你應該找不到第二間類似 這樣的味道的豆漿 那我 你算不算是很好吃 或者是最好吃的呢 我這樣說 我們歡記的豆花豆漿 一定是澳門最好吃 是 自日 果然是懂得說話 老闆 你現在吃完豆花 喝完豆漿 是 今天天氣好像熱了一點 是啊 沒錯 我已經熱了 我們歡記還有沙冰 沒試過 拿來 好馬上 最濃烈的黑的黑芝麻沙冰給你 好我等到店長拿一個沙冰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 店長的沙冰已經到了 這個 先看看 歡記 沙冰 我們看看 真的是整塊冰在這裡 類似斯洛冰的概念 哇 爽 這個東西 根本就是斯洛冰 是啊 只不過是一個 因為外面的沙冰 通常都是 放冰下去 打碎冰 和原料混合去做沙冰 我們沒有放冰 是 一粒冰都沒有 一粒冰都沒有 我們原章 有一部沙冰機 把原章變成沙冰 沒有放冰 一粒冰都沒有放過 這個天氣 喝這杯真的無敵 這粒冰我也有 不過我當然推介你 我們的獨特有 我先說冰 有什麼容易的 就是喝這個 它有芝麻底味 有豆漿 在底 有一個冰的感覺 喝下去 這個層次是相當厲害 想說豆漿 沙冰應該在澳門 你也會找到另一間有 我想在澳門才有 這也是我們澳門原創的產品 之一 吃完豆花 喝完豆漿 吃完沙冰 還有一個甜品 什麼甜品 好像椰王布甸 甜品 咦 這個是豆漿 這是番記豆漿專門的甜品 沒錯 豆類的甜品 其實你會買豆腐嗎 可能嗎 豆腐暫時未考慮 但是我遲些也有新品 OK 先不要跟人說 我們一來就叫你試 我們期待Terry有什麼新的產品 在Christmas之前我們會推出 咦 難道跟聖誕節有關的東西 今天甜品什麼時候到 甜品 店長正在準備 又是店長 我們用手造的創新甜品 這個類似 類似 因為我們番記有三隻豆漿 這一隻就是原味黃豆漿 這隻是黑豆黑芝麻豆漿 這一隻是紫米紅豆漿 我把豆漿變成甜品給你 這個其實就是好像雞蛋布甸 那樣的樣子 OK 我一次都推下去 逐層來吧 這個布甸真是驚艷 这件事我认为是比这个统一的鸡蛋布丁再好吃一点点 我相信澳门你都找不到的了 胡花豆浆我最多的了 哪种的东西,沙冰也都是,你都找不到另一间的 不行了,那我问一下你究竟什么时候开店的? 平时开店是什么时候? 我早上8点钟,休晚上7点 星期一至多? 只是明天三休息 胡花豆浆很多人都觉得是 在澳门就觉得一些不值钱,很贵的东西 但其实我又不是这样认为 这个豆花豆浆做得好,要放很多心机 我一定要保持到品质,你每一次到店都是一不一样的 不会有差异的 我想其实大家观众对豆花豆浆文化改观 为什么这么流行咖啡文化呢? 只不过是大为人一路去谷行去做 豆花文化不流行因为很少人去做 亦都是做出品质很参串 你要试一试我的品味,你就知道 其实,哇,豆花豆浆可以昇华到是什么味道呢? 亦都是变种有甜品,有沙碧,有咸,有太极 品种在豆花豆浆上最多,真的很满 是,明白 多谢Terry今天推介他的店铺给我们知道 亦都知道豆花豆浆所有的产品 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 我也用人格保证,你吃过应该不会令你失望的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各位观众自己衡量 多谢大家 拜拜